平均等三个月甚至半年的时间 我们才可以去到卫生局 他转介我们去专科又要再排三个月甚至半年 为什么我们等候时间这么长 但是你们的数字会这么漂亮呢 在一个公开论坛上不少市民都狠批 政府医院医生短缺 病人要一等再等 有议员批评卫生局创慢版 医护人员规划居然要等到年底医务委员会成立 才会有进展 实在令人难以接受 现在好像将所有问题 所有的一些要解决的东西 都放在医务委员会里面 等医务委员成立才算 但是我们担心期望越大 最后是否真的能够达到大家的期望呢 这个我有所保留 也有市民直指 澳门没有一套医生专业认证制度 让众多的医学生没有办法学以致用 被迫转行 澳门现在几乎是没有医生专业的高等学位 那你可能会选择一些中国内地的重点大学去读 要白白浪费澳门的人才 二位是马永飞 姚华澳门报道